比流放直路好玩那肯定的呀 那如果流放直路比這好玩我幹嘛在這裡直播這個咧 那我就不如直播流放直路了是吧 至少在本直播間暗黑絲是最好玩的 你可以不服 但是你只要進來了你就必須得接受這個觀點 你只要進來本直播間了你就必須得接受 暗黑絲是最好玩的 刷子遊戲裡面最好玩 怎麼大家都玩一樣的流放沒辦法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也是我要跟暴雪提一下的 就現在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這個各種什麼攻略啊自媒體啊 這種博主啊太多了 就導致你呢就是有一個人開發出來不錯的玩法 然後他就馬上告訴全世界人 全世界都知道 然後呢全世界人都都用這個玩法 那假如你沒有這個YouTube沒有B站 那大家可能就會有很多玩法 現在遊戲都是操作也確實 拼一般等有好處嗎 沒有好處自我自我陶醉了 自我一贏自我陶醉了 中老年人要的就是一個自我肯定 因為全世界已經沒有人肯定你了 啊沒有人肯定你只有自我肯定 就你拼到100級又怎麼樣呢 是不是 你老婆會給你加個雞腿吧 也不會啊 你自己陶醉啊老婆 啊我是我們公會第一個到100的 你老婆會怎麼樣 啥都不會啊什麼都不會發生什麼都不會改變 真實 你本來也就是不怎麼好好吃飯 不怎麼好好出門 我不怎麼運動 你不要快爆血遊戲也好嗎 沒有爆血遊戲你好不好哪裡去 真的不要被爆血遊戲 你自己저 Ma 你自己自己會悶心自問一下 Med for 蜘蛛和勇士哪个装备掉落率高 都一样的 看脸啊 看脸 你掉了吗 这个东西就是掉率就百分之百 你不掉吗 这东西掉率就百分之零 算一下期望值就百分之五十 装备只有掉跟不掉 所以说你不用太纠结这个人 豪华版现在才四十多久 对啊 慢慢玩嘛 慢慢玩 不要紧 我们三四天就满级 那些不是人的玩法 是吧 那是干的玩法 那些都不属于人 对 他是一片干的 直接长成金了 一片干成金的 叫干金 那说实话 从自然理论上来说 他应该不在人的范畴 这是热血传奇吗 是 三十岁了还没攻下沙巴克 你这人生啊 也就 目标就是攻下沙巴克 求衣服链接 你说我的衣服链接吗 衣服没了 我去看了已经没了 给你链接也买不到了 我还有我的原味 原味你要吗 新的没有了 原味的还有 军帽有人挂三万 没图片 所以没出 真的假的 三万了 就连号都卖掉了 不过现阶段要是出道军帽 建议大家去卖 说实话 如果你真的打出军帽来了 你就把整个号都卖掉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啊 你把整个号都卖了 拿几万块钱回家 你老婆啊 还能给你点好脸色 哎呦 这个人打游戏还有点出息哈 还有点出息 如果你不把这个号卖了 你打到军帽 你跟老婆说 老婆我打到军帽了 啊 然后你老婆就会说 是吗 你现实中也想带军帽吗 啊 还在玩 天天就只知道玩玩玩 军帽有什么用 要不要现实中给你带你军帽 但是你把他卖了就不要 老婆打到军帽了 我卖了三万块钱 老婆肯定当天晚上奖励你 是吧 直接奖励你这个 奖励什么我就不好说 是吧 就不好说 但是肯定会奖励一些东西 所以建议大家 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 现阶段打到军帽 把他卖了 奖励让安静玩一天了 啊 老公好棒棒哦 奖励你再玩游戏一天 啊 最好再打出一顶来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说 你赚了几万块钱 然后你跟老婆兴高惨烈的说 老婆我赚了几万块打游戏 然后他奖励你说 那你再多玩一会儿 这个时候啊 你就要小心了 现实中 你可能 也他妈的带了军帽 现实中 你就要小心了 不是说我 怎么不说点好话 但是就是说 这是一个人之常情 可以可以用正常人的逻辑要推理出来 细思极恐 确实 确实 你说你赚了几万块 你老婆都不奖励你一下什么 呃 这个那的是吧 连个那个观音座连都没有 那 那你真的要小心 要你真的要小心 我靠空大 你是怎么知道你有军帽 对 对 你就下次试探一下你老婆吧 你就说 老婆 我现在是不是有 我现在有顶绿帽子 然后看见老婆的反应怎么 然后你老婆就是 当下把碗一摔 你在说什么 我对天发誓 我没有 然后你就可以说 啊 没关系嘛 我就说我游戏里面 游戏里面有顶绿帽子啊 你就可以打个 打个原场就过去了 对不对 测试一下 如果 你说老婆我顶绿帽子 要她眼神闪躲 啊 啊 啊 这个 这个什么意思啊 什么绿帽子啊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啊 啊 不要说了 赶紧吃饭吧 啊 这个时候你就要那个 对不对 然后你就说 啊 没事没事 我只是游戏里面打到顶绿帽子 然后那个你老婆说 嗨 说什么呢 吓我一跳 哎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所以说你游戏里面出了军帽 你可以拿来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越凶越是真的 越凶越是真的 油管的朋友啊 叫绿洲 他越凶越是真的 你的ID跟你的这个评论 让我觉得你是真的经历过 因为你就叫绿洲嘛 然后你又说越凶越是真的 说明 这个你很难说你没有经历过 你说你没有经历过 我是不怎么相信的 我不怎么相信 我有军帽 你有故事吗 如果你说我想玩一个开荒又比较容易 然后后期也比较强的职业 就不会太弱的职业 那你就玩法师了 那你说我要玩一个 后期最牛逼的职业 啊 那你就可以玩一下野蛮人 但是前期可能比较蛋疼一点 如果你想玩一个中规中矩 表现的挺好的 也比较放松的 啊 也比较可爱的 那你就玩德鲁伊 如果你想挑战自我 觉得你的人生啊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挑战的 那你就玩那个 玩死灵法师 如果你说我是中老年人操作 就想秀一把操作的 证明自己还没有老 啊 我可以跟年轻人啊 玩的一模一样 年轻人能做那些事情我也能做 你可以玩游戏啊 一开始没注意选个死灵啊 没关系啊 你玩死灵就像你买股票一样 你直接买到最低股了 你再怎么搞他都是赚 买到最低股了 这也是件好事啊 不像那些 有些人可能买在高位了 对不对 买在高位 以后只能被砍 那死灵啊 他买你都买在低股了 他以后只能加强 只会越来越强 你这么想就可以了 乌一表示 乌一主要是一直有那个男人在那 韩申一一直在那 就韩申一就像一个 你一直在低谷震荡 所以在低谷震荡 韩申一就像很大的一个大散户 拿着很多筹码在里面 庄家怎么洗都洗不出去 你庄家没有把大散户的筹码洗出去 他怎么拉伸 所以乌一他的一个点 就是说他为什么一直 后面一直在低谷 就是因为韩申一 暴雪这个庄家 一直没有把他洗出去 你洗不出去 他就拉伸不了 他就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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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